各位老友记好 今集还跟大家讲讲 两元的乘车优惠 由两年前的2022年2月20日星期日开始 年本60岁的香港居民 可以用两元的乘车优惠 乘搭各种交通工具 什么交通工具呢? 在港铁方面包括轻轻、港铁的巴士 但不包括机场快线 往回罗湖、洛马州和马场站的 东铁线服务和头等服务 巴士方面包括九巴、乘巴、龙混巴士 和新大雨山巴士 但不包括机场巴士A和NA线 还有马场路线、长途巴士、新型服务 都不包括在内 而道轮方面包括尼岛、道轮服务 但不包括豪华的服务 还有电车、绿车、轮轮 全线都享有2元的优惠 还有参加2元乘车优惠指定的 红色小巴路士 这2元乘车优惠在曾荫权的时代 2011年推行 相信曾荫权的僅有 甚至唯一的对民生一行得正 到了上届政府 林郑在2022年实施推行 将这个门楼降低至60岁 亦相当受到很多老友记 欢迎 因为60岁2元乘车优惠 推行了一年多之后 在去年很多议员 不知是政府推动它 还是自发性 我觉得这个计划 就似乎长远计 就会令到政府的支出 会加重负担 有些甚至誇张到 又说每年增加到100亿 但根据政府去年的统计和计算 都是40多亿 不知某些业劉又说 誇张到快到100亿了 政府的财政真的负担不了 好啊 如果这样来说 向弱势社群的老友记开刀 那不如向你们那些高端的议员 那么尊贵的议员 高官 减少少人工 是不是 你们减少少或凍少一身 政府都减了很多的支出 90个立法会议员 每人的薪金真的非常庞大的 我都不是要和你们计算 竟然要开老友的刀 似乎好像不太合理了 所以政府都不是很强硬 只不过不断放风 去年2023年6月初 还在大龙鳳 政府高段打击2元乘车的违规 就为期两个月 到8月底结束的时候 政府回应传媒查详的时候 只不过查了1780个怀疑 乘客只得一个个案 交给执法部门跟进 唉 真是 不知你用了那么多的行政费用 捉到一个 真是不知好笑还是很生气 或是真的表现出香港人非常守法 似乎不是 很多传媒都捉到很多非法使用 长姐八达通或者落油卡的 不合法乘客 很多时候政府就说滥用 我说这些不是滥用 是非法使用才对 非法使用 但港铁只不过补回差额 但去年只不过加重少少少刑费 到不知千多元 那这些这么细细的罚款 怎会有阻客作用 所以我去年都建议 一足道非法使用 初犯罚款1万元 再犯罚款是倍增 这些这么重的刑罚 才能受到阻客作用 因为这些湿湿碎碎的罚款 人们打算博得过 于是非法使用 落油卡或长姐八达通 政府后来就想 不如推行六油卡计划 以后65岁或以上的人士 都要申请落油卡 落油卡有你的资料 有你的相片 方便司机或有关人员 查你的身份 是否真的适当使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投放公共服务资源 不断增加 例如医疗、衛生、社会福利 和教育相关的 经常开支总额 会在2024至25年 达到3437亿元 达到去年增加了7.3% 现在5年前增加了34.2% 还在财政预算报告中 会检讨2元乘车优惠 和公共交通费用的补贴计划 其实这一项 都是大众供应的利民政策 尤其是2元乘车优惠 令到长者稍微有幸福感 如果削減老友记的福利 一定会触动市民的神经 所以陈茂波也不敢谋言 斩钉截铁说会削減 只会说检讨、检讨、又再检讨 这件事会令到很多市民担心 也引起社会上很多争议 甚至一旦削減老友记的福利 真的会惹起民份也不定 劳虎副局长孙玉咸 昨天接受TVB的《讲清讲楚》节目访问 他说2元乘车优惠 便利了老友记出街 除了一部分上班之外 亦很多时候去探望亲朋戚友 去出街喝茶探望孙仔 他说这一项福利 对老友记的精神健康 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政府在检讨的大原则下 尽量不影响现在受惠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和合资格的残疾人士 孙玉咸说尽可能 无论如何尽量尽可能 无论现行受惠年龄都不会改变 范围尽可能就没有什么变化 大家习惯了 相信这个事情 似乎好像给老友记的定心丸 但是很难说 他说2元成绩优惠 公共开支费真的不少 他就明白人口老化 政府在这方面的负担 真的花费不少 他还强调 当局一定会乐意听取不同意见 最重要是实证为本 希望令政府财政上 长远可以负担 孙玉咸又说 未来会加强宣传善用优惠 例如避免长车短搭 和分段收费等等 其实已经说了很久了 去年6月至8月 教了大龙凤 又不见有什么成效 又没有什么建议的措施等等 现在过了大半年 又是这样 究竟何时才会检讨完呢? 政府就是这样的 不断不断在试试民意 如果民意反弹得劲 就可能会缩杀 很多事都是不了了之的 但看来 他就说 今次一定会检讨 检讨完又再检讨 不断在那里检讨 检讨到真是 这届政府完了 都不知道检讨完没 有证价提出不同的改善建议 例如每人的津贴有上限 又或者2元乘车优位 就改为4至5元 孙玉霞就说 所有的意见都落意去听 他就说 今年的8月也无开始 所有使用2元乘车优位的人 都一定要用落油卡去配合 实名有照片 就检讨的时候 就需要找多些数据 才可以定夺 所以他就说 无论怎样也好 今年内一定会完成检讨 定出方向 现在我们先听着 所以各位老友的留心 2元乘车优位 相信一定会有变数出现 我归纳到市面上 大概有4至5个方案 第一个就说 会设计每个月的上限 例如每个月最多 就给你用1千元至2千元左右 第二就限制每月的乘车次数 例如每个月最多是给你乘车60次 第三个有人提议 优位每次上条到4元 就不是现在2元乘车优位 可能变成4元乘车优位 第四个就说 要求公营机构共同承担乘车优位 我觉得这个都可行 我都赞成 因为公营机构和政府签合同的时候 政府可以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补贴一些长者 承担交通工具的津贴 愿者就上吊 你要取得经营权 就要承担社会责任 还有第五个 有人认为 削减60至64岁的优位 但保留65岁或以上 老有记的福利维持不变 这麽多方案 就不知你又同意哪个 或者有没有更新的方向 看看今年年中 社福局或政府 可否对2元乘车优位定出方案 希望不会影响到大部分老有记的福利 如果这个社会的功分 政府是十分头通 无论怎样都好 有一个事实就肯定了 就是今年2024年8月25日 长者八达通就完成了历史任务 由8月20日开始 所有要享受到2元乘车优位的老有记 一定要有落邮卡才可以 落邮卡的申请不是太复杂 我一片尾就会剪辑之前的一段影片 介绍大家是怎样申请落邮卡 只要你未来三个月是年满60岁 你都可以申请落邮卡 以下的影片 我就介绍大家 认识怎样申请落邮卡 因为为了大家听得清楚 我讲话速度稍为慢些 如果你已经申请落邮卡 就不用看了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 如果你是想了解 如何申请落邮卡 就这样继续收看以下的片段 由于长者八达通 应该很快会被取消 如果你合资格的话 就应该快些申请落邮卡 申请条件有两个 第一,你已经年满60岁 或者未来三个月内年满60岁 第二,你持有香港身份证 申请落邮卡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透过巴达通APP申请 第二个方法是以邮递方式申请 透过巴达通APP申请 你要准备你的身份证 证本和数码彩色护照证件相 如果是以邮递方式申请 你就要准备身份证副本 和一张彩色护照证件相 我首先介绍一下 如何透过巴达通APP申请 用巴达通APP申请 首先你要在手机上 下载巴达通APP 并且安装 第一步 进入巴达通APP 在巴达通APP 主页的焦点服务部分 按下载巴达通APP 细月申请须纸之后 在这里按一下 再按下一步 接着选择你的身份证版本 按开始 并且扫描你的香港身份证 我建议你将身份证 放在一张白色纸上 进行扫描 记得将身份证放在橙色框架里面 移动手机直至框架的四个边框 转为绿色 如果素描不成功 就按重新拍摄 如果没问题 就按确定 并且查一下 你的资料是否正确 如果有任何错漏 就按修改再重新输入 如果资料正确 就按确定 接着你要输入香港通讯地址 记住 要提供正确和完整地址 否则 申请获批都无法把路由卡寄给你 完成后按下一步 然后输入手提电话号码 用作接收短讯 完成后按下一步 接着你要提供合规格的彩色照片 按住中间的图像 上传一张彩色护照正件上 上面背景要是白色或纯淺色 提交申请前 你要核对所有资料是正确无误 如发现有任何错漏 就按修改更改资料 确认资料正确之后 按下一步 成功递交申请后 你会获发申请参考编号 请你记下编号以便日后通讯和查询 巴拉通卡公司会发短讯 通知你收到申请 如果一切信利的话 你会在四个星期内收到落邮卡 接着我会介绍以邮递方式 申请落邮卡 你可以到指定地点撒取申请表 包括港铁、轻铁特定、客户中心 運輸署、牌照事务署、 民政事务署、民政咨询中心等 或者到落邮卡网页下载申请表 你只要填写申请表的其中一页 你要准备你的身份证副盘 和一张彩色护照证件相 首先,在这里贴上你的香港身份证副盘 彩色或黑白均可 然后在这里贴上1.5吋 乘以2吋的彩色护照证件相 相片背景要是白色或纯浅色 提提你 贴的时候塗少少胶水便足够了 千万千万不要贴过多胶水 同时,不要摺贴身份证副盘和相片 在这里填写中文姓名 在这里填英文姓名 在这里填写你的香港身份证号码 在这里填写可以接收短信有效手机号码 电邮信箱可填可不填 在这里提出你选择的语言 在这里填写收取 落邮卡的香港通讯地址 记得要提供正确和完整地址 否则就算你的申请获批 亦都无法将落邮卡寄给你 最后在这里填写日期 在这里签名或盖帐 这样申请表就填好了 请你转下并保留申请条款一页 以供日后参考 大家在申请表前 请复合你的文件和资料是否正确 是否已经签署或盖帐 如果你在指定地点 撒取申请表 可以将申请表 接好放入除库的免邮费信封 如果你是填写下载的申请表 你就要放入自备的信封 并贴上足够的邮费 寄获八达通卡有限公司 申请落邮卡的费用要20元 但是首次申请费用是由政府资助的 你不用付钱 申请完成之后 落邮卡会在四个星期内寄给你 你并且会收到手机短讯通知 落邮卡是无需启动的 你只需要以现金或八达通APP 为落邮卡 增值多个50元 就可以立刻使用 首次增值额 当中包含50元 是可以退还的按金 例如你增值200元 扣除50元按金之后 你可以用的余额 就是150元 各位合资格的朋友 快点申请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今年政府检讨2元乘车 優惠 不会削减到我们一班老友记的福利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